素質真的很差 誰啦 他們打的挺好的吧 就是他們 就是順風的時候也不會浪 然後立風也不會硬送 但是 我並沒覺得他們是很進攻 因為他們一直在換線 一直在逃避對線 所以 我覺得如果還能遇到他們 我們還會散比連他們 還好吧 我覺得這就很阿兵啦 這個人就是有一個中二魂你知道嗎 這個人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他骨子裡就是很中二 所以 他會講什麼話你不用太意外 你知道他以前發過什麼文嗎 討厭我吧 我不在乎你們對我的評價 明年見 他是會發這種文的 這是他的優點就是他的缺點 就是他的人設就是這樣子啊 他講的那個訪問 對大部分來講可能很不得體 但是 對他的粉絲來講就是喜歡聽他講這種話 平心而論 他確實是一個很有實力的選手 就先不講別的 他是有那個底氣去中二的 對不對 你今天不能打得像個阿斯巴勒一樣 然後你講一些很中二的話 我覺得 也就這樣嘛 反正世界上人那麼多 就是Faker 你也不能確保世界上所有人都喜歡你啊 量你的人設是娘炮嗎 我的人設是 會把你BAN掉 這是我的人設 對BLG來講的話 第一把比賽把藍寶BAN掉很正常 算是比較好客製阿兵角色池的 然後也是阿茲玩得很好 在幻仙策略上很好發揮的英雄 鱷魚呢 通常按掉之後 卡桑蒂的順位就會 太高啊 但是第一把的話 兩邊都還在 稍微試水溫吧 我跟你講 BL5是這樣子的 通常打到第四第五把之後 就會開始發現 在這個Match Up裡面 哪一些角色是相對比較重要 就是你選了這個角色 你就大幾率會贏 會影響戰局 像卡桑蒂就是 玩到後面大家發現 這角色 好像誰拿到誰就贏 角色選的都很 中規中矩阿 很合理阿 但是嘉文選的 就有點像是 來噁心這個塔莉亞的 欸 阿怎麼了 Maple 哇 一波上二 哇 前面有被 有吃到驚艷 不知道嗎 我看一下 哪邊有肉頭的 阿這個時候阿 哇 那瘋糖太不小心了 這樣被搶二 打了一個閃現 很傷阿 Maple因為他的隊友在左邊 所以他靠著左邊的 但是卡桑蒂恰恰的就走到這裡了 然後直接把他頂出來 就打了一波這個閃現 對節奏超級無敵傷 欸 不會吧 完啦 這個冒凱去刷自己下半感覺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欸 這畫面很奇怪 就輔助跟上路兩個人入侵對方的藍區 然後打野一個人是 他想要順順的往上刷 應該是想要多贏對方一區的野怪 就是如果這邊都不出事的話 佳文只吃了一個三郎 冒凱是刷完三攤往上的 佳文就會輸他兩攤野怪 感覺打得太攤了 而且沒有利用到冒凱的優勢 這樣換其實就不太賺 因為這樣就是為了讓路線納米舒服一點啦 因為這個對線前面很難打 來到三級之前打 克里斯達對那打是打不過的 所以為了讓這個路線舒服 可以打到他想要的節奏 所以必須犧牲垃圾車啦 我覺得你是一個冒凱的話 我覺得少贏那個下面部野怪 沒有什麼差 這個就是有點馬後炮啦 因為你也沒想過 Mapple會被那樣抓 如果Mapple前面沒有被卡商店 陰到那一波的話 PHG打到他們想要的節奏 其實俊佳會很優勢 那其實你看到現在 這個俊佳確實也是滿優勢的 三十二刀打十九刀妹 但最主要的還是 你這個冒凱打家文這個對局 你就算贏了 你還是出一個騎士誓願 遊戲不會因為你的經濟贏了而贏 下路等級起來之後呢 雙方上路就換回線上 但這邊的話 阿茲是贏一個TP的 看有沒有辦法用這個TP 來一點說法 預判到欸 大招直接開 大招直接開 大招有命運呼喚阿 也行也行 讓這個下路舒服一點 但是我覺得有點虧啦 欸這Q空了 欸看就不行 喔唷 哇殺掉了欸 好硬喔俊佳 被閃現換了 這波策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欸為什麼這次是公術鞋阿 買錯了吧 這一定買錯 這一定是買錯 如果這個阿茲這ID 換一下換成車長的話 他出這公術鞋 我可能還會想損 是怎麼樣 有特殊理解嗎 但是阿茲的話 我就覺得這公術鞋一定是買錯 阿茲就是一個打得很沉穩的選手阿 喔唷 技能該扭的都扭一扭了 但是沒有辦法 還是要死 太無形了這個塔殺 喔唷 一進為退 喔唷 哇這二一收夠 哇唷 追追追追追 瞭解 想閃阿 都會追嗎 說真的有機會 哇 閃蓋 走錯路啦 Maple Maple如果是走這邊的話 走右邊的話他活了 因為 這邊離牆壁比較近 昨天中路換佛佛應該贏了 好了啦 上路換宙斯好不好 換誰換誰換誰 乾脆換你老媽上去打好了 錢你出阿 欸 什麼狀況 要被單殺啦阿智 阿 攻速鞋阿 前面被月塔太傷了 看一下第一時間 瘋躺在這邊限制下面這兩個人 阿智祥他是斷TP斷到死的阿 生氣啦 這把看到這邊就結束了阿 剛剛那波團喔 我猜一下他們為什麼會敢打 有贏的畫面嗎 原本是PSG這邊先追擊的 然後 薰這邊空了一個EQ 這EQ空了還能贏阿 Betty這邊沒E了 沒Q了 技能都打在佳文身上 欸我覺得他們打太分散了 他們一下想打Night 一下想打群 傷害沒有集中阿 不然至少能換一個人頭 欸那我感覺封堂的那個大學角度 可以再卡過來一點 看能不能多少限制下這雙人線吧 但是我覺得 這封堂這邊已經是後話了啦 主要是 他們前面雙人線配打野已經被對方的中野直接突破了 欸這就是現在太尷尬了 17分鐘了一件塵裝都沒有 這熱热車基本像真的是 就收垃圾的你知道嗎 戰車、Udyr、PSG 不適合打G2別選了 有一說一 阿智的角色時確實 感覺打EU會很痛苦 因為EU的話很喜歡選什麼歐拉夫啊 甚至那個Broken Blade 還有什麼蛇女上路啊 就我覺得阿智在上路的Match Up裡面 可能會過得有點痛苦 以選手特質上來講的話 G2還是佔優的 戰車熟練度喔 我覺得這把怪不了他 因為這把前面他被月塔太多次了 打EU感覺阿智得拿黑哥哥開扛 能選是能選啊 但是你也知道對面會選什麼 他們就喜歡選歐拉夫什麼的 誰子賣了 你看他墊那個布甲墊了那麼久 他就是買錯沒 怎麼會犯這種很低級的失誤啦 阿智 生日獎勵一波一雙這個公術鞋是不是 公術Nike 那這把也沒什麼好說 我只能說我覺得PSG他們厲害的一個點 就是他們的韌性很強 第一把被這樣子大比分拿下之後 第二把的調整速度很快 然後我覺得這邊這個點就蠻值得討論 因為通常我們不會選卡桑莉去打鱷魚 很難打 卡桑莉打鱷魚是至少得掉個三四層塔皮 當然現在有換線版本 打起來的感覺可能跟之前會有所不同 而且很明顯這把就是 有發現哪邊打得不好吧 所以這邊直接再選一次露娜 把對面這個克里瑞娜打 說真的說真的 BP看到這裡我都覺得PSG要輸了 這把純看BP我都覺得很難打 但是我覺得這邊球女不好 我覺得這邊有一手這個龍王不錯 對面是茂凱配卡桑蒂 龍王拆這兩隻角色的速度很快 球女是一個不穩定因素 球女如果前面被針對 可能掉個一兩顆人頭啊 他的發育沒辦法順利成型的話 是打不動卡桑蒂的 但是龍王不一樣 龍王不管什麼時候面對卡桑蒂 那個燒他都是隨便燒的 左手沒有他會好不好 他有選過啊 但是球女的對線會比較舒服 我覺得他們第一把那麼虐的情況下 確實會想選對線舒服一點 哇這W點得好好喔 那往前繼續試試試驗 知道了嗎 知道了 那邊看到這裡我就覺得這把不可能贏了 前面因為對方的雙線有優勢啊 所以能夠一直給到中路幫助 而且這裡鱷魚被換線 然後甚至還可以200 19隻CS E W碰到Q A R 打斷對方的普攻 哇好細喔阿智 這個判斷很自信欸 而且對於技能的玄階他很自信 就是他這個W完沒有直接接Q的話 有可能被對方操作的 如果A完貪一個A 出去之後有可能被扭掉 然後就殺不到了 鱷魚以為鱷魚要無敵了 他鱷魚這把確實是應該無敵沒錯阿 他沒玩好 阿兵後面沒玩好阿 這對現在才太難打了 就是不能給到BLG這個陣容阿 就昂的倫亞達玩得太好了 我覺得ELK都還好 但是昂的倫亞達真的是玩得特好的那種 他是那種很大心臟的輔助選手 這怎麼殺阿 2與1打2欸 這怎麼殺阿 大部分就是你得Cover的下半打 因為你不Cover下半的話 他們是會直接被雙人月塔的 俊佳這波是真不應該來上 哇又靠阿智阿 阿智TPT的真好 直接讓對方雙人線節奏給斷阿 雖然說 經濟上沒有賺到太多阿 就是沒有很賺 但是這種時候還是需要來一點氣勢 先不管賺不賺 就這件事情是必須得做的 不然節奏都在對方手上 就是被對方掐著咽喉阿 好裝喔 看你們看這個人玩得多裝阿 他就是知道 你沒有我隊友的視野 你知道嗎 我這個Night回家你不知道 然後我的家文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 所以就算我這邊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我也敢在這邊 就這樣下粉眼 然後拆你的眼 即使你的人全都在下半的情況下 我還是敢這樣子做 我覺得這就是LPL跟LCK 一個比較厲害點 他們做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考慮到 對方的視野 你不知道我誰誰誰在哪裡 所以我這時候這樣子做 你也不敢來懲罰我 你也敢 好咩 你會死阿 換個ID誰撩你阿 媽的看到你先幹再說阿 你看這 幹這個人真的玩得好裝喔 這瑞拉達都這樣子走欸 他真的超秋的 什麼講的 我心目中的輔助就應該這樣玩 就是 走在最囂張的位置 但是 卻讓對方沒辦法懲罰 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就會想說幹你娘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走在這裡啦 但是沒辦法 你就是懲罰不了他 你就是懲罰不了他 沒SoloQ的話 配合沒那麼好 EQ 亂EQ 大節奏嗎 完啦 球女這TP無敵 欸為什麼 瘋棠這時候沒有去追那球女阿 欸 瘋棠 看到佳穩了 這時候就應該去追球女阿 這時候 Night還在點塔 然後下路打起來了 球女不見了 為什麼龍王沒有去追阿 哇 Maple這波很粗欸 Maple這波很粗欸 因為這波下路的戰局其實是因為這個TP而崩潰的 就是這個TP如果沒有踢下來的話 純看畫面PSG是要贏的 那要防止這個Night有可能踢下來就是 瘋棠要去追他 他要知道這邊隊友下路打起來的話 他得去跟球女一打一 而且這時候龍王是一件裝的 球女還沒有一件成裝 這時候龍王一打一應該是有機會贏的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應該是有機會能碰一碰的 感覺不應該讓那個球女可以直接這樣這麼輕鬆的踢過來 看到這邊我就覺得這把涼了 很涼 13分鐘輸了5000塊 不知道這把要怎麼贏 幹這個薰超級囂張欸 能殺嗎 大絕按了 我覺得大絕按慢了捏 封堂 射死了吧 我封堂在幹嘛啊 幹我的天啊 封堂會這樣子玩喔 靠腰 你這大絕不在這個交完EQ沒了的時候下嗎 真的假的啊 這裡直接下大感覺這個薰要死欸 畫面沒寫好看不到上面 喔 我沒寫好 這把打到這裡 這BLG能輸真的是很離譜你們知道嗎 15分鐘輸7000能被翻盤 不能算是PG打得好了這把 這把得說是對面太送了 15分鐘輸7000這遊戲能輸真的是很誇張你知道嗎 阿智這波玩的太好了 直接一個預判 他這邊就是預判到這個阿冰啊 他知道他要暈他啦 直接捏W 然後暈到 哇 好強 三下 扛了三下塔 找到一波機會單殺 Solo kill 嘿 然後急了 閃現撞牆 我感覺阿冰就是那種被單殺會鴻溫的人 這個人被單殺就會鴻溫 採訪不是都氣到發抖 我覺得不是氣到發抖呢 是心有餘忌阿 想到差點輸給省隊 祖墳要被刨開了 原本只是要被刨一層阿 但是要是直接撥5都輸了 那可能祖中18代的墳都給刨出來啦 這時候他們就在亂打啦 你們知道嗎 他們這時候就在亂打啦 就你這時候為什麼 這下路能沒人去阿 就沒道理他們會這樣子壓塔阿 他們是覺得經濟差距已經太大了 但是只能說被阿治倒到機會了 W開得也好好阿治 Q3又刮到 Q3又刮到 球女如果沒被抓高一塔拿得掉嗎 有機會 那感覺是Night有點在戳 我EW頂到 哇阿治阿 然後知道你觸發相位衝擊了 直接交大貼近距離 黏住 牆 牆 牆 然後死前 Q3 撈到3隻 直接撈到龍咒大學上 完美 左手 第二件直接疊輸 後面課本直接撕掉 太囂張啦 直接上課阿 他沒有想過自己會死阿 這很左手 就是他經濟差距很大的時候 他就會買蝶書 他覺得他不會死 沒有死的畫面的時候他就會買蝶書 那這把有死的畫面嗎 確實沒有阿 確實沒有阿 你說真的 我在相位衝擊 然後我有閃 對面卡桑蒂 冒凱 就這些角色你有死的畫面嗎 我確實是沒有阿 但是 沒辦法 你就這邊阿治少了機會了 這就是阿治阿 剛剛那一波直接追回了 將近兩千的經濟差 那說真的看陣容 就純看陣容 左邊BLG的陣容 至少至少得贏PSG大概三四千 然後 主要是他們的小龍數 是有被PSG拿到一條的 所以他們這時候的節奏其實 就沒有很好了 當然經濟差還是很大很巨大 很足夠贏這遊戲的 就你看這時候輸六千 然後沒有小龍阿 主要是你只有一條龍 你選個克里配略娜達 他們為了月塔 他們為了掌握每一波的節奏 所以他們沒有在動龍的 他們 就是存大波線之後 我大波線月塔 月你之後 月完你我要幹嘛 我不可能是吃龍的 月完人一定是回家 再繼續推線 再月你 他們之所以能讓PHG下路那麼難受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他們沒有吃到足夠的龍 但是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多吃一點龍 因為他們這次龍要贏的話 拖到中後期不會贏 頭一波錢 這就很經典 就路仙有火炮之後就是 站在中線 盡量找機會去偷錢 觸發這個偷錢本能 畢竟經濟很劣勢阿 就你不能讓這個角色拿到優勢 就是因為他在中線的時候會隨便偷 就狂偷 你想一下如果這個路仙提前五分鐘 拿到火炮的話 他這時候已經大概多偷個五百塊了吧 至少五百塊 但是你抓的是卡商帝喔 哇 阿智 阿智 好強 要單殺嗎 哇 一換五啊 送起來啦 BLG BLG BLG判斷很好欸 阿斌TP其實也踢得很快了 但是第一時間 BLG把技能全都交在了卡商帝跟冒凱這兩個大肉身上 然後你的AD這時候又是克里斯達 霧川流的打這兩個人根本刮殺 這個ELC直接被幹死了 直接被阿智幹碎 這時候奈特身上帶一個兩層的跌書 跟垃圾沒兩樣 基本上這球女的經濟發育也不是特別好 就是不是一個特別強的球女 那他們這時候竟然敢這樣子踩進來 我覺得PG玩得很好 就是他們沒有慫 阿智跟俊佳這波玩得太好 就是他們完全被慫 他們知道對方這波是不能這樣子幹進來的 打得超果斷的欸 第一時間 發現對方 竟然敢把技能交在他們身上 直接往前頂 你換一隻隊伍的話 這卡商帝跟這個 冒凱可能是往後退的 阿智真的玩得很好 就是他完全釘死了這個球女 然後也知道球女這角色就是 需要三箭以後才發力的 好了啦奈特 這個書賣賣買枯衛寶石了吧 整個沒摩穿你打得動我們這個阿方嗎 如果是我會往後退嗎 我說真的 我還真有機會往後退 蠻有機會的 我覺得你換作大部分的選手 可能都是會往後退的 所以我才說這就是PG玩得很好的地方 就那個機會不是人人都能抓到的 但是他們應該是本來就想上來打的 因為 鱷魚那時候在下路推線阿 然後阿智是抓一波機會做傳送門出來 想要跟隊友一起可能排四野或怎麼樣 結果對方直接抓他們了 好 TP來了 阿智的TP位置根本無敵 流到 沒了沒了沒了 那這TP交的有點虧阿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位置 這個時間點 只有一瞬間而已 這一瞬間 阿智如果踢到後面那個 塔旁邊那個 這個紅色小兵的話 這波可能會一波 他那個TP如果剛好踢到那隻小兵的話 這波真的無敵 完全無敵 我就會稱他為神 有欸好大欸 哇好大阿這波 哇這波真的好大阿 瘋狂 阿智這邊也玩得真好欸 直接 哇 你們知道嗎 我是這Elke 我跟隊友講說下巴他媽別讓我看這卡上地了 臭你媽的 這阿黑每一波都這樣子玩 我怎麼玩阿 你看這阿智這波 鬼步開啟 E配W 直接從這邊 直接切入 他這個EW 這三個直接徹底成廢人 然後這個Elke直接滿頭大汗 先繞跑 交友閃先繞跑 然後那個好大直接切割戰場 然後阿智這邊瘋狂黏著鱷魚 操昏 B閃 他其實EQ閃有跟到這個路線的 那個 那個欸 滑步欸 你們看 他是有串飛這個路線的 但是傷害第一時間沒跟到 球咧 球女的球咧 球女把E給開啦 哇 奈特這個球女感覺 沒畫面 你知道嗎 他們中野的畫面不是一致的 他這時候如果球掛在薰身上 這杯體要暴斃的 這裡EQ串起來之後 然後球女跟大 卷一下 然後Elke過去Q一下 這個人就死了 阿智去上海囉 我覺得沒那麼快 你還得看今年世界賽的發揮 這時候團要怎麼輸我都不知道 哇大到三個阿 好大阿 有機會阿 一定一波阿 這一定一波的阿 阿智跟鬼一樣硬 基本上一定一波的 直接飛 給壓力了 哇 好強 奈特捲了一個爛大 哇 封堂 有欸 雖然前面有一波讓奈特TP到 打了一波大節奏 但是 後續的發揮很完美 最主要最主要還是他被單殺的那一次啦 他被單殺之後 然後整個節奏就突然崩壞了 這邊真的受不了了 發現 扛不住阿 真的扛不住對面的克里 那BLG這邊就是 死都不開你藍寶 反正你藍寶玩得好沒 那我阿兵就是不想打藍寶 講真的啦 我覺得以阿兵那種性格 他一定是很討厭被換線的 但沒辦法 這個就是比賽阿 打職業有遇過換線版本嗎 有喔我剛打的時候有換線 但大部分都沒有 就光看這陣容 就覺得卡桑蒂好強喔 不怕妮可 也不怕肥愛 然後 傑莉說真的也會被卡桑蒂稍微限制到 說真的 我覺得這把 烏迪爾不錯 你烏迪爾前面上路線牆 你還可以配合打野去入侵對方猴子的野區 然後中上也碰撞強烏迪 哇 他就打得好兇喔 誰也不讓誰耶 哇 這Betty 好兇喔 然後俊佳這邊速度快很多 來了 閃現A 閃現QA B閃 雙閃換一閃 哇 玩得好好喔 是有骨甲嗎 有耶 哇 你們知道Betty這波很細嗎 他知道自己有骨甲 所以他直接往前頂 然後去應換這個Elke的血量 他這波骨甲擋了大概快100滴傷害吧 直接屌換Elke一波 哇 哇 這麼醜喔 很急很急 Q閃 哇Q閃漂亮 哇 俊佳 這On的雪球為什麼沒中啊 哇 歪了一點點耶 這雪球水到俊佳死了 然後後續On 就應該也不會死 他後面有死嗎 有他死了 沒有耶 沒玩好啊 這波烏蒂扛的話殺掉了 哇 閃現閃大絕又扭雪球 要抓到了 直接鎖 大絕跟上 烏爾加特 一閃 就是一閃就多了 這一閃就沒必要了 Elke如果要往後閃的話 LULU跟大絕 彈起來就好了 沒事啦 不過打一波氣勢 是 挺好的 幹這波貝蒂真的好帥 真的好帥 真的好帥 ER 閃現再躲海浪 先殺On 再殺 霧歇恩 輸出拉滿 然後又扭 但是為什麼這邊會被逼他 矮獅龍啊 獅龍所以節奏慢了 這邊也是BLG打得好的地方 他們直接放浴室 把節奏抓回來 Betty為什麼不直接回阿 我覺得這波他失誤了 剛剛後面不能打 就是因為Betty 狀態還沒回補阿 對啊 他沒有回補到 為什麼不回補阿Betty 很怪 他這波身上至少帶著一千多塊 差錢 就算差錢也得要回的 有回的話這波應該只掉一座塔而已 中塔的戰略價值是很大的 而且PSG的陣容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很難點塔 他們的手太短了 不管是妮可阿 還是傑莉阿 他們的手都太短 點不了塔 一旦點塔的話 就很容易被蓋牆阿 或被悟空開到 哎呀 瘋糖阿 這時候就是什麼 目標不明確 路線不是他們現在最強的人 左邊現在目前最強的一定是塔利亞 一定是悟空 還有什麼卡桑蒂 就是不是他們目前的 最有威脅性的人 這波不應該急的 這波慢慢打就好了 你們龍明明就領先那麼多 你龍領先的情況下 後續你要搶中線 或是你要去交換巴龍 或是你要去交換上塔 你都是有選擇權的 極了反而讓自己後續會很難打 因為下一波龍團 你是沒有閃現的瘋糖 Q閃 Q閃失了 這波俊佳跟瘋糖好粗喔 封糖這個根是怎麼樣阿 他以為是生頭阿 四龍團 位置沒有站好阿 Mapple為什麼在正面 Mapple 哇 位置太靠牆阿 打不了阿 封糖咧 封糖位置太分散了 哇 哇 沒把都靠阿智在扛 沒有啊 這把說真的阿智 這把也沒扛什麼 這把就真是市場兌現阿 1 5